好,各位来宾,大家好 接下来将由我和另外两位演讲者一起 来聊聊我们金融行业云原生存储的相关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普发银行信息科技部的楚洁 另外两位演讲者 一位是我的同事曹阳 另一位是来自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郑洪超先生 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本次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 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传统的银行业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要素 数据要素市场化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银行业也在经历着这场大数据的变革 那么在具体应用场景上呢 随着我们大数据在银行中的逐步深入应用 那业务场景也随之越来越复杂 在用户使用上 那我们银行科技包括业务部门的数据分析人员体量不断地增加 那随之而来的数据分析和使用的需求也不断涌现 那么在平台规模上为了满足快速扩张的存储以及算力的需求 那么我们平台的规模也在持续地扩展 那在数据时效上 为了快速洞悉市场变化 并迅速做出相应的业务策略调整 那么需要更高的数据时效保障 在安全合规上 那银行对于关键的信息技术 有着更高的安全合规要求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银行在大数据建设过程中 普遍遇到的两个问题也愈加明显 那首先是大数据平台类的系统 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 成本投入与收益比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主要的原因是资源利用率难以进一步的提升 那银行的大数据平台 对于资源使用率的峰值差 往往是比较大的 那在现有的存算一体架构下 通过管理手段来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效果 其实是很有限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技术和架构的不断升级迭代 所带来的新问题 那从管理的角度看 我们大数据多生态多组建 共存协同的解决方案 其实当今的主流 那么同时大数据平台的传统架构 又逐步地在向云原生 存算分离等方向演进 那么在过程中 势必会面临多生态 多组建 甚至多架构并存的一个形态 那么如何开展 统一高效的管理 是更带解决的问题 那么从数据角度看 其实企业大数据平台架构中的 数据孤导问题 那其实仍然普遍存在 那面对这些问题 普发银行也一直在探索和尝试 相应的解决以及优化的方案 在2021年 我们也有幸参与了 当时的CoopCon的大会 分享了普发银行在 普发银行大数据平台 在云原生方面的一些探索 那么从大数据的技术 和架构的发展趋势来看 那我们认为云原生 是大数据未来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加云原生 将会是未来的主流架构 那么因此呢 近年来我们也在不断地 尝试和探索 将云原生技术 与传统的大数据平台 做更好的融合 利用云原生的优势 来强化我们的大数据平台 以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技术的支撑 那普发银行 根据业务经营的发展要求 制定了数字科技十四五的战略规划 明确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 以数据为驱动 以创新为引擎 加速全行业务转型发展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总行大数据应用中心 也是着力构建了 数据驱动模式下 数据能力体系规划 并不断地建设丰富与完善 那么在这个规划中 我们通过底层存储 计算 调度和云原生等组件构建 来支撑上层 AI BI DI 等各类平台的建设 那么这些平台 通过对AIBI DI这些能力的沉淀 来赋能上层的 业务产品能力输出 最终呢 赋能全行的数字化经营 那么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 数据治理和资产运营 始终贯穿整个的 建设的全生命周期 那我们通过健全数据治理体系 加速数据资产化的管理 来激发数据动能 那在落地整个数据 驱动能力体系建设规划过程里面 那我们的普发银行 基础数据平台建设 是以多地多集群 多活多租户的 这样的架构模式 去开展建设的 那当前整个的平台架构 已经超过2700个节点 为全行大数据应用 提供多场景的数据服务支撑 那包括了离线批量处理 实时计算 联机查询 建模分析等服务 那么在部分场景上 我们也使用了云延伸的技术 来提升我们平台 整体的服务和支撑能力 那么在具体的云延伸 技术相应用的方面呢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那首先是融合应用 那从普发银行自身的 平台建设经验来看 多技术生态 是支撑我们行 数据应用的基础 为了运用好多类型的技术 那其实是需要解决 多种技术生态统筹管理 融合应用的问题 那结合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 那我们也根据自身 平台一些管理的经验 安全合规的要求 自主研发了代帽的管理系统 来对各类的生态组件 开展统一的管理 那么其次呢 是高效支撑 那普发银行 利用云圆生的技术优势 开展了集群存算分离的 存算分离模式的部署 并且开展了相应的应用实践 那存储计算资源分离之后 那我们可以更精细 更灵活地来管理 我们集群的资源 那为应用以及租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那么在我们整个大数据 云圆生的实践探索过程中 那我们也是主要从一些 自身碰到的痛点问题出发 那这里也列举了几个痛点问题 那第一个呢 是大数据平台架构 在迭代扩展过程中 那刚才提到了 就势必会出现我们大数据 生态产品组件并存的问题 那么如何对这一些 多产品多组件进行统一 以及高效的管理 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那其次呢 我们整个平台以及集群 我们的资源利用率 其实还不是很高 那有一些集群呢 还存在一定的资源冗余 那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如何来进一步提升 我们的资源利用率 那再有呢 在多种生态产品的 这种并存的情况下 那我们在数据交互 和数据使用过程中 如何来做到安全合规 那时候是我们碰到第三个问题 那针对这些问题呢 我们也是尝试了 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 那在这里列举了 三方面的实践 在管理方面 那我们研发了 代帽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系统 来统一管理多种 大数据产品生态组件 来提高整体的一个管理能力 和管理效率 来解决多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问题 那在计算方面 那我们是持续在探索 计算引擎的云化 并且落地存算分离的架构 那在存储方面 那我们主要是去探索了 云原生存储的解决方案 为大数据引擎云化 提供持久化的存储支撑 在存算方面 去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将由我的同事曹阳 来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时间内容 欢迎 那谢谢楚老师 那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 普发银行在云原生方面的 相关探索实践 那首先呢 为了解决普发银行 大数据平台 多种大数据技术生态 并存下的一个管理问题 我们首先做的呢 就是管理系统的研发 我们研发了统一管理平台 代帽 也是依托这个平台 我们实现了大数据云上到云下 多种大数据技术生态并存 并且分而置之 那右边呢 是我们代帽平台的一个架构图 那通过架构图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整个的代帽管理平台呢 是基于云环境进行部署的 那它在存储也是支持常见的HDFS S3存储 同时呢 它也是支持我们航在21年 于道客 还有其他公司联合研发的开源项目 Paris容器存储 那我们通过适配层的一个适配 开源 兼容适配 开源商业化的引擎矩阵 同时 我们的代帽管理平台呢 也是支持多种大数据技术生态组建的 除了常见的Hedop技术生态 它也是支持一些其他大数据技术生态的 比如Clickhouse ES Sola等等 那为了增强上下层的一个联通性 加强下层的大数据技术组建的管理 到上层应用服务的一个穿透能力 我们也是研发了一个驱动层 进行一个统一的驱动对接 包括省息 工作流 调度 权限 用户等等 那在应用服务层呢 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应用逻辑 定制化开发了一些应用服务的功能 包括我们的应用服务 运维服务 监控服务等功能 在上层 为了更好的支持这些应用服务 以及一些云元生的支持 我们呢 也是研发了各类的增强组建 那这些增强组建呢 也都是支持云化部署的 嗯 在最上层的应用层 那为了让我们行各类的应用场景 在我们平台上快速的落地 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统一管理平台 然后并且结合了我们的一些平台运维和平台管理的一些应用服务经验 也是总结生成了各类的解决方案 那其中有 SML 洞察分析解决方案 SDW 数据仓库解决方案 SOD 连接查询解决方案 那除了这种方案整合式的管理 那我们的代帽呢 也是支持标准化介入管理的 那好 接下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研发的各类增强组件 那为了应对行内的不同应用场景以及应用需求 我们也是研发了各类的增强组件 那夏图呢 是我们目前在生产上已经试用的六个增强组件 那第一个呢 是跨集群的数据同步组件 SIMO 那这个组件呢 它是支持不同生态之间 不同版本的HUB HDFS HBS的组件进行一个双向的数据同步 那它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呢 也是安全加密的 并且在数据传输前后进行数据一致性校验 那它就会解决多种生态之间 数据传输的一个安全问题 以及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那符合我们行一些安全合规的规范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组件 包括我们的数据加载 数据质量检控 Quarrie前置干预 那数据预处理 那数据作业调度服务这些组件 那这些组件呢 都是助力我们行的一些业务需求 并且在一些方面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权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代贸管理系统是支持接入多种大数据技术生态 并且海纳百川统筹管理的 那右边呢 是我们目前已经规划的各类大数据组件 那我们通过一个驱动逻辑整合 已经试点接入了CDH集群 CDP集群和开源大数据集群 那这种多技术管理 它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首先它不仅可以兼容一些新的技术 同时呢 我们也是使用了一些安全稳定的一些版本 那这样就会符合我们行安全稳定的一些行内要求 同时呢 它们面对不同的应用灵活变换 也是可以助力业务可持续的一些业务需求的 那接下来呢 是为大家介绍第二个实践 那为了解决我们行集群资源利用力低 以及集群资源冗余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计算引擎的云化 那在21年的CoopComp大会中 那结尾我们也是展望了一个存算分离的架构 那通过两年的时间呢 我们也是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实践 目前我们生产上已经有一个集群落地了存算分离的架构 那这个集群呢 它的存储部分是使用传统模式进行部署的 那它的计算部分呢 是使用私有云部署的 那它们的存算之间呢 是可以共享数据 原数据 用户 以及全线体系等相关信息的 同时呢 我们的计算集群呢 也是可以快速弹性的创建 Hub Impala Spark等计算服务 那为上层的一些人工智能 探查分析 以及我们行的一些创新业务 提供一些敏捷性的服务 以及技术支撑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计算引擎云化的过程中 也是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探索 那我们是针对一些主要的 开源的大数据技术组件 比如HDFS Ranger Hub ZK 这些组件 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些容器化的部署研究 那这里我就不再追溯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行在管理系统研发 和计算引擎云化方面的相关探索实践 那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道客的郑红超先生 为大家介绍云化存储方面的相关探索 大家好 我是来自道Cloud的数据工程师郑红超 下面由我来介绍 本次实践中的持久化存储 大数据平台云原生化的过程中 和数据相关的有状态应用 会逐步运行到Kubernetes上 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呢 它的要求呢 云原生化平台 也就是Kubernetes 它自己本身必须有完善的持久化存储服务 例如 比如说如果是你要把Hadoop和Mineo等部署在KBS界点上面 他们都是要访问本地盘的 如果是比较严格的平台的话 那是不可以直接访问hostpass 它是必须要去做那个本地卷 本地卷呢 它本身是一个静态分配 如果是要做的比较智能的话 就需要动态分配本地卷 还有计算引擎中许多组件 比如Hive in Paladin 它们呢是要在本地存一个计时数据 这也是要求呢 对卷有一定高可用和多点挂载能力 还有就是卡夫卡ZooKeeper等建制库 它们也需要挂在持有卷 Pareos Data Store呢 是由这个云烟生项目呢 是由普发银行 上海道客和奥迪利林币的三方共同发挤的开源项目 它目的是在KBS平台下面 实现完善的本地卷存储服务 2021年7月呢 Pareos很有幸 正式由CNCF接纳为沙香Sandbox项目 Pareos呢 它使用云烟生架构 它部署在KBS平台上面 它实现了全套的CSI存储框架 它聚合了集体内内所有的存储介质 包括SD也 MME也还有物理硬盘 它提供了很多企业级存储特性 比如说基于存储池的数据分离 基于副本技术的高可用 数据备份迁移恢复 还有就是压缩去虫和经典制备等基础的功能 Pareos呢 它是云烟生存储 所以它和KBS呢 是高度偶合的 它是 它有严格的集点新核性 它卷有严格集点新核性 它也可以基于本地卷实现副本 以及呢 实现基于KBS API的故障迁移和 故障切换和迁移 后面会具体介绍 Pareos的后端呢 使用了DRBD开源数据同步技术 DRBD呢 它是Lineo四代的标准内核模块 在同类的数据同步软件中呢 它的Io路径是最短的 而且稳定可靠 DRBD整体已经迭代了十多年了 它应该是在社区里面 是广泛使用一个HA技术 在IBM Intel和西捷客户中 它是有广泛的生产实力 实际上Linebit公司 就是DRBD的开源技术的维护者 它的CEO呢 就是Phil Reisner呢 就是DRBD作者 首先呢 我们的Pareos呢 它是把不同存储介质 划分到独立的存储池中 然后统一管理这些存储介质 提供不同性能的存储卷 然后呢 它基于这些存储池呢 又能实现数据的在线迁移 Pareos也在驱动呢 把存储池和Story Class绑定 提供各种参数调节 用户可以通过不同Story Class 就能够分配不同的存储卷 但是呢 如果是想简单一些 就是创建一个Story Class呢 后面也可以通过后端操作 甚至说通过Label 来改变那个卷的参数 比如说 你创建一个双副本的卷 以后你想变成单副本 或者变成三副本 都可以在线操作 不需要再去通过Story重新创建 Pareos最大的卖点呢 就是它的IO性能 这个IO性能也是通过DRBD的实现的 因为DRBD呢它是内核模块 而且呢 它整体架构呢 是透 它的IO粗结构是不改变的 IO是穿透型的到那个硬盘上面 SCSI层面去 我们普发项目组呢 他们在这个Cubernetes上面 我们使用NVMe固态硬盘 我们长时间压测了NFS Longhole和Pareos三种存储方案 Pareos呢 各个测试中呢 性能是非常优异的 尤其是在最苛刻的数据库的那种 随机小IO高并发场景里面 Pareos呢 在那个IO POS 延迟和吞吐量的指标上面 都对NFS和Longhole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当然呢 这要说到NFS和Longhole的设计理念 并不是以性能为主 也不是为了承载小IO为主 而Pareos呢 它因为是整体的是一个块架构 所以说它在一个小IO和随机上面 是有新天的优势的 此外呢 为了适应大数据平台的具体场景 并最大化的发挥Pareos的能力 项目组呢 还开发了两个组件 一个呢 是快速故障切换器 另外也是NFS转发控制器 两个组件都已经回馈给了Pareos社区 第一个呢 是快速故障切换器 这个开发这个组件 主要原因是因为 Governus本身在切换 就是有状态 或挂件容器上面 是非常非常一个消极的过程 整个过程呢 如果是不干预的话 可能会长达12分钟 甚至不可能 甚至在selfset的情况上面 它是不迁移的 我们通过呢 就是一个operator呢 是强势干预这个Kubernetes切换 因为呢 那个Pareos本身 在几点出现故障的时候 它的心跳的速度 心跳的感应 速度是要比Kubernetes快很多的 所以说呢 一旦Pareos感觉到 几点坏了之后呢 它就会通知operator operator就会强势去杀Port 把Port杀了 然后Port重新调度 这样的话就只能够把这12分钟 这种很长的一个消极切换过程 切换到一分钟以内 这什么好处呢 就是就有可能说是 比如说数据库 MySQL之内挂一个Pareos券 就可以单实力部署 一分钟之内切换是可以接受的 12分钟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一个插件就是 重点插件是NFS转发控制器 主要原因是因为Pareos 它是天生一个快速组卷 这个卷呢 只能RW单年挂载 但是呢 我们有需要支持 类似于那个Deployment的那种 横向扩展模式 这种模式下面就需要一个共享模式 RWX 怎么实现呢 就是我们 我们做的方法就是 我们直接把那个快速组组卷 再挂一个NFS Ganesha Pod 这Pod 再放出一个NFS服务 到那个C就是KBIS的IP网络里面 然后再通过那个NFS 把那个挂成一个NFS卷 然后给Deployment使用 这幅图里面就讲了 这个描述了这个控制器的 大概的数据流情况 它的后端还是一个标准的PVPVC结构 前端呢 会会自动启动一个NFS Ganesha Pod 这Pod呢 它释放出来的那个NFS呢 它是在KBIS的Class IP环境里面 然后我们的Class IP呢 我们再重新挂成一个NFS PVC 给前面的多个Pod横向扩展使用 整个过程呢 都是CSI的 不需要什么干预的 然后而且呢 还有什么好处呢 后端的PVPVC呢 DataPVVC 如果你使用Pareos或者Longhorn 这种带副本的那种PVPVC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那个快速故障切换器 那么当节点出现故障的时候呢 它能够在一分钟之内 把NFS后端切换到副本节点上面去 NFS如果只要Grace Peer调长一点点的话 前端是没有感应的 它只会感到IO延迟长了一点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次实验中我们对云烟神主的支持 就是Pareos本身呢 在这次CooperCon呢 在家门大厅里面有一个kiosk 有小亭子 大家如果对Pareos感兴趣呢 可以会后呢 去小亭子我在那里 我可以给大家做汉藏演示 具体的讲解 下面我把话筒还给朝阳 那未来呢 我们将继续秉成云烟神的一个架构理念 立足于大数据平台的云化架构 以大数据大模型大算立为发展路线 持续进行一个探索 同时呢 我们也将在服务敏捷性 服务端到端 平台规模以及云烟神等层面发挥构想 持续探索 银行业下大数据云烟神技术 也会孵化更多的云烟神的产品 贡献社区 那我们也将以银行业务为驱动 自主研发创新产品 助力开放银行体系建设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演讲内容 那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